对于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这四类人群要到集中隔离点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观察。 也许在我们普通人的概念中,流关人员就是到指定的宾馆出版的业,观察一下,如果有被感染,再进行下一步的治疗,但实际上,就在这14天中,流关人员可能会发生很多意料之外的情况,这也给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出了难题,在集中隔离点连续工作100多天是一种什么体验,来自五湖岁海的流关人员在14天的隔离中会出现哪些意料之外的情况, 面对突发状况,要如何处理? 今天等最后,请随天津台一同关注隔离点中流淌的温情。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他叫袁东,是河东区妇产科医院的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同时也是河东区某集中隔离点的负责人。 袁东所在的隔离点,从二月份开始,接待了500多名流关人员,这里面有本地的,有外地来亲的,也有外国入境的。 来自五湖岁海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情况。 这需要非常健康 这简单过半的这些 这些大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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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没有什么权利 你知道吗 C-0 是为立场倾向保守的法官 他在2017年 获得了特朗普提名 出任了美国联邦第七 巡选少数法院的法官 此前 他在美国盛武大学 担任法学教授 巴雷克曾经公开反对过 奥巴马医保计划 堕胎等等 在移民控创等问题上 也是学保守态度 那么他是否在 新闻打开 空调开 楼道是两块的 他一到这个安静的环境 而且很年少 按照说 他的烦恼程度会降低 而且像这种入境人员的时候 就最开始 我们不需要去接驳 后来发展到 我们需要有医护人 去机场接驳 每回是我带队 比如他们说 你看哪有这个院长会 带队去接驳 我说接驳 实际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第一他从海关一出来 咱查研关就能知道 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可能后续他会有 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凸显 然后在大巴车上 从机场到 决定的大巴车上 他将近会有 一个小时的时间 这卡长说是一个 特别好的宣教器 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 袁东和其他的医护人员 宣传防护服 戴着口罩 防护眼镜 耐心细致地 为其将进入隔离点的 刘关人员 决答各个人 提前把该讲的注意事项 都讲到 让他们能安心一些 同时也节约了 入住前的增加时间 刘关人员入住后 最关心的 竟然是自己的 核心检测结果 在等待结果的一天时间中 有的人会询问 不下五六次 自己是否被感染 是否睡阳性 有的人甚至焦虑到 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 他们会提前询问 刘关人员 是否有 请不吝点赞订阅